大家好,又到SHF 開箱環節 今次主角是 War Machine Mk VI 我們還會與之前版本做一個比較,所以記得看到最後 按右上角或下面的連結,查看更多SHF Marvel 開箱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玩樂聯盟的頻道,支持本地創作 如果有收睇之前開箱的朋友,都知道本日覺得這個白色包裝十分噁心 所以都不說太多 今次拿上手,重量都是一般,所以不要期望有什麼豐富的配件 後面照例有一些宣傳照,但背景一片白色毫不吸引 好了,現在立即開箱 配件只有最基本的數量,不會做多給你 有這些不知出現多少次的噴射特效 還有四對替援手 這些噴射特效的造型萬年不變 今次還有附送Warm Machine肩頭上機關槍的發射特效 拿完所有配件出來看看 有握拳,飛行,發射,和裝上特效用的發射手影 後面有腳用,和兩款手用的發射特效 另外這個機關槍的發射特效,全部都是透明件製造 先轉一圈太,今次的Warm Machine出自終局之前的造型 是無限支戰後少數生還的復仇者 型號亦由Mk4到Mk6 而Mk5的型號未在電影中出現過 顏色上以黑銀儀式為主 整體的設計更具科技感 畢竟這套規格是2023年使用的 拿上手指細大,威嚴感十足 面罩上的細節比以前多 上色亦仍是去毛化,質感非常好 畢竟SHF,在做Ironman和Mk5的規格質素相對穩 整個頭的細節十分不錯,紅色亦對應原作,不會過火 頸部一層層的規格都沒有留 上本身的胸甲紋味和上色做得不錯 設計上脫離了軍事感,線條亦比之前更加圓滑 空口的紅色位置放一層薄薄的透明膠板 增添立體感 在光的反射下,可以很清楚看到 腰部的零件過度很自然 要知道SHF的胸部和腰部的比例有時很不平均 但這隻Warm Machine已經比其他好 旁邊的開口位有點太大,所以可以增加手的活動範圍 肩膀的零件可以翻起 操縱的手臂都有豐富的細節 背部的紋理就這樣看已經非常舒服 複雜但不凌亂 後面的規格都令身體有一定的厚度 一層層的疊加上去 下面的兜檔位的比例實在太誇張 尤其是前面的大小,而且兩邊應該有一些銀色 大腿的兩邊有印著偏號和圖案 側面的部分充滿層設感 但有著明顯的組裝位 小腿的細節刻畫很漂亮 配搭上都有一致性,完成度很高 腳底力都很好地刻畫 千萬不要忘記 Warmachine 背上標誌性的機關槍 雖然設計上只有單式 但槍的紋理和構造都十分仔細 可動度方面 頭可以左右轉動 上台的幅度一般 虎視角度亦較小 背上的機關槍只是簡單套著 所以把握時經常不小心整跌 可以將機關槍的角度調上或下 360度轉動 任何角度都可以 整隻手可以90度橫抬 手搶相關節屈曲 但手掌位和Ironman Mk 85 不夠上下調節 蝴蝶式的關節可動幅度 在SHF之中算是不錯 胸部和腰部可以向前向後的角度 可以略為左右轉動 腳部前踢的幅度一般 膝蓋的雙關節屈曲 後擺的幅度非常優異 腳掌都可以做屈曲 腳後的盔甲都可以翻起 擺出飛行之細時更方便 快速地和上一隻Mk4比一比 個人覺得無論外形還是設計 都是Mk4完成 因為Mk6的效果實在太單調 而Mk4相對平均一些 最重要的是Mk4的武裝更多 這才是Warm Machine的精髓所在 然後和Ironman Mk 85比一比 Warm Machine大於一個圈 高度不相百種 整體而言 這隻Warm MachineMk6相當平淡 穩定的發揮也沒有什麼亮點 只要說Mk4做得太好 導致現在的落差 除非你想收集全套 否則這隻SHF是可有可無的 或者讓Bandai推出紅藍配色 更大隻更重武裝的Mk7 你又有什麼看法在下面留言 記得訂閱頻道 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支持本地創作 我們下次再見 Mk4